二三两种的小黄鱼 疗参 冬笋 海生黄鱼羹 小黄鱼处理干净 小黄鱼羹 紧贴鱼骨把肉踢下来 鞋刀踢下鱼排刺取出鱼卵肉 鱼骨鱼头鱼排剁成块 冲洗干净备用 鞋刀板鱼腩肉片成厚片 鱼片上浆可以使鱼片更加入味滑嫩 少许盐 胡椒粉 少许生粉均匀锁住水分 最后花生油封浆均匀 海参顶刀切块 冬笋去皮 去掉内皮切丝 胡萝卜丝 胡萝卜丝 香芹切粒 锅中水开 下入笋丝焯水 一勺食盐 这一步为了很好地去除笋本身的麻色味 焯好水捞出头凉 热锅滑油不容易粘锅 下入猪油煎鱼骨 鱼骨煎香后直接捣碎 生姜爆香 下入开水大火冲两到三分钟煮至奶奶 时间到这时这个汤已经很奶奶了 熬好的鱼汤过滤出来 重新起锅下入猪油烧热 下入笋丝 胡萝卜丝炒香 炒香后下入鱼汤 海参 调味盐 胡椒粉 水开后下入鱼片 小火推开后迅速打个薄芡 最后芹菜粒下进去 勺子推几下出锅装盘 我们的海参黄鱼羹就做好了 这道汤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看着是不是很安逸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